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张琼瑶小姐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原来张琼瑶小姐 给人家的感觉是个小女孩 纯纯的 现在呢 来我们导播可以攀一下 发挥你喜欢喷美女的功能 好不好 张琼瑶好像感觉上 消瘦了一点 但是成熟了很多 其实不是成熟 第一张糖冠子的时候 是比较小女孩 比较幻想的样子 那么 现在是我自己 好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知道你出这张唱片呢 是比较像自己的唱片 那么你在灌这张唱片的时候 对自己有什么期许 就是因为在灌这张的时候 就是很努力的练歌 我想各位观众朋友应该发现 我的唱腔跟上一张不太一样 有进步 只是希望自己把歌唱得更好 然后做更多更好的音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奇的现象 其实每一位艺人 只要他不断地在 能够超越自己都是一种进步 而且每一个人都能够努力超越自己的话呢 那么观众朋友也能够看到更好的表现 就像我们的顺子 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也有感觉 顺子现在说话已经比以前流利了 而且 当然 而且谦虚度也比较不够了 方姐不要这样子 其实我现在真的很努力地在学习 跟着方姐真的是 我这辈子有最大的福音 真的 谢谢 第几章啊那是 好 我们祝福张童谣 也非常谢谢他上午的节目 这是一个讲究民意调查的时代 这单元就有这玩意儿 请收看 吃饭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 吃饭您好 我是方主播 我是邓富波 邓富波 您的枪口的方向好像错了 好的 吃饭您好跟世界新闻同步 请观赏波斯湾战争特别报道 我相信对于中东战争 很多人都有第六感或者是预测 不知道我们的邓富波 对于这一次这个中东战争 有什么第六感会预测吗 有 我想上级主管 看我在这次特别报道里面 那么地努力用心的话 我直接有个第六感 觉得他们一定会调我 高升我 派我到那个 伊拉克去当战地记者 枪林弹雨 保重了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我们今天为您报道的第一部分 第六感波斯湾 不过我们对波斯湾有什么看法 我们还能有什么看法 我们每天打开报纸都是这些消息 打开电视也都是这些报道 我们还能怎么看呢 他们怎么讲我们就怎么看嘛 像我太太本来是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的 现在也是讲得头头是道 什么布希跟海山对象了 什么多国联盟部队了 她全懂了 没有办法 我们家两台录影机 本来都是在录八点档的 可是现在战争一开打 那八点档都变得不好看 现在那两台录影机 我都是在录新闻 我现在一天要看八小时的新闻 然后有时候还要看录影带上面的新闻 看完了以后 夜间新闻又来了 我是看华视夜间新闻 然后看完这一台再看那一台 看完那一台再看那一台 看完以后呢 中耳朵小耳朵上面 也都是报道波斯湾的战局 你说我不懂 我都觉得我快变成中东战局专家了 所以说我现在告诉你们 我可是烦透了 不要再跟我提这波斯湾的事情了 那每天看那些人打打杀杀 然后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报吗 我现在根本就起了严重的反感了 而且我有个第六感 谁再跟我提波斯湾三个字 我就要发疯了 真的不能提哦 他会翻脸 这个可以看 爸爸在上面 他爸爸是战略专家 已经四十年没有人采访过他了 现在打开电视 都是他爸爸在讲话 爸爸讲的这些 我小时候都听过了 这个战略和这个战略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 这个战略跟战略 也是不一样的 爸爸也跟我讲过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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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们只有边听边翻 边翻边说了 或者是 在根本没有新闻可破的情况之下 我也要开始编故事 假设战争的状况 加以分析演绎 所以白亡之名不禁而走 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我都掰对了 但是 一场混账的结果 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刚刚都是念稿子的 因为 我困呆了 脑袋瓜里头 戒不住东西 来来来 都准备好了没有 OK了 没问题了 访问是吧 大家好 我是一个导演 当这个美国 在跟伊拉克 准备吵得要打仗的时候 我的第六感 就告诉我一个很好的idea 就准备要发战争才了 所以说我当机立断 就开拍了一部 以中东战火为背景的电影 我想这样子 足以获得这个世人 广大的回响跟共鸣 所以基本上我非常感谢美国 能够攻打伊拉克 让我们有一个 新的电影题材可以开拍 而且我希望他们 越打越烈 这样子我们的剧情 可以更精彩更棒 好的 不啰嗦了 郭大牌 我们这部戏就靠您了 教授 我演什么 您就演一个中国人 他为了让这个伊拉克 这个军队 赶快撤离科威特 然后你是暗中的 帮助这个美国人 对抗这个伊拉克 那但是你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责任就是 将那个地区的华侨 很安全地撤离 全部都撤离 到最后 最后我成了个英雄 没有错 没有错 你就是一个英雄 所有人通通离开了科威特 只剩下你一个人 留在科威特 这样子可以了吗 够清楚了 来来来 准备来 我 很好 最后呢 我在科威特 截获了一艘 四十四万吨的 帕马奔金号游轮 我是当船长兼轮机长 直开回到台湾 开进高雄港 将船交给中游之后 我独自一个人离开 后面有万人鼓掌欢呼 这时候 太阳下山了 只看到我的剪影 朝着太阳走过去 背后 还有六个弹孔在流血 这部电影的名字 就叫做 大家都疯了 这次波斯湾事件呢 真的是三台记者 忙昏了头 非常的辛苦 值得鼓励 是啊 同时有很多专家 也在做预测跟分析 这批专家也辛苦他们了 是的 那么到底波斯湾 最后发展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 预测得出来 所以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中东小夜曲 今天他们是怎么唱的 哦 邓副波 我们还是欣赏中东小夜曲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 參加中東小夜群 是的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看到我們新的布景城市 大概會想到波斯灣的戰局 是啊 這個多國部隊 已經跟伊拉克的部隊 已經正式的開火了 這是全世界 大家都矚目關心的一則新聞 當然對國內也有影響 但是在這邊 我們要保持高度的警覺 然後呢 把我們這邊改成整個樣子 對啊 我們拔刀小夜群 也針對中東的局勢 做了中東小夜群 一樣歡迎大家來點歌 是的 阿姨說真的 好像在這個中東 還沒有開火之前 我們國內就已經有很多人 在預測這個仗到底什麼會打 對啊 我記得有一些新聞節目 他們就請了一些命理學家 算命學家 他們來排紫薇抖數 看看面相 看到底什麼時候會開火 說起來滿好笑的 戰爭可以這樣子算出來 不是啦 大概是算命就是 預測一個人將來會怎麼樣 那預測戰爭 可能到底可以相通吧 那到底準不準 你看嘛 來 在這裏 猜一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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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會讓你期待 演判出來 這開打的日期 可能是在立春 也就是2月5號之前 猜一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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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 猜猜 猜猜猜 来宾群掌声福利 真的是蛮有趣的 一个猜一月底二月初 一个猜二月五号 结果好像都失算了 不是啦 因为战争牵涉到很多人嘛 那你要把很多人的命 摆在一块算 当然比较难算嘛 人真的是蛮多的 这也难怪了 好的 今天我们点个的时间 也差不多了 用爆的新闻不一定好玩 用差的新闻一定有趣 中东小乐曲 咱们明天见 拜拜 我们非常谢谢杨丽英 和顺子 在这里我还想请教 邓福波就是 昨天你看了 布希跟海珊他们吵架之后 你有什么心得吗 很显然的 他们互相不太喜欢对方 你看过互相喜欢的人 他们吵架吗 有啊 像我们 我并不喜欢你 好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海珊跟布希 第三部分的每天吵架 海珊 我一直在吵架 显然是 哥俩不好 有得吵 你们是说说看 这老海他是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他最近为什么老是对外面说他击落了我们超过100架飞机 明明我们只有不超过10架飞机受损 吹牛也不怕牛皮破 明明我们就极落了他们超过一百架的飞机 他偏偏要说不超过十架 难不成我们自个儿还会把自己的飞机打下来九十架来凑个整数吗 胡说八道 他才胡说八道 我们没有那么多架飞机被击中 明明只有 只有怎么样 有几架 我不告诉他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说一下 你真的说一下好不好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可以吧 好那我老实告诉你啊 你头凑过来 OK OK怎么样 不超过十架 还说这种话 好那我们不提这个好不好 好老布 你说你为什么跟记者讲 说我们有五十辆战车跟你们投降 那是记者看到的不是我说的 因为你们伊拉克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打得是落花流水了 所以才会有人向我们投诚嘛 总而言之了 你们第一仗已经打输了 什么话我告诉你还早 你可别得意 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要来偷袭我们了 所以我们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 我们把人员武器全都移到地下去了 嘿 你们还拼命的再对一个空城头炸弹呢 你们以为你们已经毁掉我们的总统府跟国防部了吗 不是 我告诉你 那是空的 哈哈哈哈 大哥 那你头上为什么会有伤啊 我为什么会有伤 我昨天上厕所说不小心撞伤的 可以吗 可是不小心撞到头了啊 那你意思是说你们还没有输了啊 当然 我们当然没有输 我告诉你 仗还有得打呢 你不投降 最后一定会被毁灭你投降吧 好 我告诉你 如果你继续打 你最后一定会雪流万里 你投降吧你 上帝一定会惩罚你的 阿拉一定会诅咒你 你投降不投降 我告诉你 我绝不投降 哥凉不好 明天继续吵 老婆 说真的 你那个地面部队到底藏到哪里去了 我的地面部队 嘿嘿嘿 我告诉你说 我的地面部队不是被你炸完了吗 玩玩了 哈哈 哈哈 好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毕竟笑得那么夸张 他们 他们吵得真是太凶了 是 方主播身为一个新闻从业人人 假如有一天你拿了一个很短的稿子 你却必须讲很长的话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呢 哦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那么显而易见的 最近我们的新闻节目呢 因为延长时段的关系 所以呢 记者们真的是忙昏了 他们不但要忙着做节目 同时因为延长了时间 而煞费苦心 我们新闻界真是忙坏了 好像就是中东那边只要有新闻发生 我们的新闻界就必须要动一动 也就是所谓中东动一动 世界跟着动 你动我也动 台北看中东 好 我们接下来就看第四部分的 从台北看中东 欢迎您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大事 由于波斯湾的战火呢 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 所以今天在波斯湾系列报导当中 我们将为您请到两位专家 来为您做一系列的分析报导 首先请到的呢 是长江大学的邓教授 你好 另外一位呢 是国内盛民的命理学家 请米亚淳先生 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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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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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先请教一下 我们今天是要讨论波斯湾战争的问题 请一个算命的来做什么 你这样讲话就不够艺术了呀 这个战争跟算命是同样的呀 因为你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出情吗 是是是 你也不知道明天战争会达到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要找我们来依测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天天在依受别人的生命命运 同时也可以测出来波斯湾的命运 对不对 是是是 好的 现在呢我们就想要请两位专家 一起来分析预测一下 这次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照我的分析来看 根据有可能的判断 波斯湾三个字 加起来有数数六号是主大胸 再根据我对这个布希的面向的判断 这个战争要停止起码也要一年半载的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我想要请问邓教授 邓教授想请问一下 到底这次的战争哪一方面会赢呢你觉得 在这边首先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一旦战争爆发的话 没有一方是真正的赢家 说得非常的有整理 那邓教授我想请问你一下 这次的武力上 到底哪一方面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呢 是依照双方军事武力来说呢 多国部队呢 拥有强大的海空力量 伊拉克呢 拥有不可忽视的地面部队的力量 所以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是法国幻象式的飞机 那这个是坦克车 我们现在报新闻呢 都需要用到这些道具 我们的道具真的是准备的相当的齐全 所以呢 待会呢 对不起 杨娜姐 你可能要稍微快一点 我们还要赶上另外一个新闻节目 你们要赶场啊 对 因为现在三台 都在找我们这个专家 在那边议测分析 那说国内的专家有限嘛 我们要赶场快点 是 波斯湾的局势呢 到底会不会再度地升高呢 所以 你们两位还没有分析完 你们不能走 待会呢 我们会为您做继续做深入的报道 大家都知道呢 在本月十六号的早上 凌晨五点五十分的时候呢 美国跟伊拉克就已经打起来了 伊拉克就是海山跟那个布希 就已经打起来了 CNN说他们已经打起来了 七日新闻权威报道 各位观众 波斯湾的战争已经开打了 相信各位观众 对波斯湾的战事一定是非常地关切 各位观众 可以从后面的这张地图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现在波斯湾的战事 已经达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了 如果各位观众 看不清楚的话 那没有关系 可以发挥一下您的想象力 去想想看 它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地步了 而且我们今天呢 也请到两位分析专家 到我们现场来 为各位分析一下 他们那边的战事 怎么样 OK 战事专家还没有到是吧 是的 现在这个分析专家还没有到 那分析专家还没有到的时候呢 由我来为您翻译一下 有关于布希总统 在开打之前的一篇演讲词 有人问我为什么是闹 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闹的意思呢 就是现在的意思 因为这是 这个是外电翻译的 所以说难免会夹杂一些英文 我一定会翻译得很好 OK 为什么是现在呢 为什么不能再等一下 答案很明白 因为全球已经无法再等了 您看 您看我翻得多顺呢 我的英文能力真的不错了 怎么样 分析专家已经到了是吧 分析专家OK 好 两位正在已经到我们现场 两位正在已经到我们现场 我们想请问一下邓教授 您认为这个波斯湾这次的战事 它会打多久 首先我现在道歉一下 是 因为我们一直在赶着上电视节目 对对对 吃饭时间都没有 吃碗面先 对对对对 但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美国方面是希望速战速决 那当然当然 那我想再请问您一下 您认为哪一方 它比较会胜利呢 哪一方 在这边我要再强调一次 战争一旦开始的话 没有一方是真正的赢家 是的是的 那我是不是能够请两位 专家再帮我们分析 预测一下 这位记者 这个三台 我们今天走遍了 这个问的问题就差不多了 我想这个问题 我替你来问他了 请问这个邓所长 你能不能分析一下 两边的军事武力 拿完一下 这个以军事武力来讲的话 东国部队拥有优胜的海空力量 伊拉克却有不可忽视的地面部队 是 这个三台问的问题都差不多 连专家回答的也都差不多了 当然当然 那是不是能够再请邓教授 就是在博士文就是暂时 我们还要上另外一个店 还有一台 在哪里 我想请 问题还没有预测完 专家走了 专家走了没关系 那我就来 来翻译一下有关于布希总统在开打之前的一篇演讲稿好了 有人问我为什么是闹 对不起 因为这个闹 闹是外文 那这是外电执意的 所以 所以我 我再翻译一下好吧 所以会夹杂一点英文 那为什么是现在呢 为什么不能再等一下呢 答案很明白 因为全球已经无法再等待了 我的英文能力还是不错的 中中这块大饼究竟谁是赢家 非常欢迎收看我们地球新闻世界报导 在这一次波士湾危机的一系列分析当中 我们特别高兴在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了两位预测分析专家 梁慧可以不要再闭目养神了吗 对不起 因为我们从早上八点钟一直预测到现在晚上十点都没有睡觉 真的太累了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邓所长 那就是 关于你已经分析了那么多次的情形之下 能不能再为我们谈一谈两边的军事武力 是我想这个多国部队呢 拥有这个海空军上面的优势 而伊拉克他却拥有不可忽视的地面部队 我想这一点观众朋友已经非常熟悉 而且已经会背了就不用分析了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邓所长就是你一测分析 这次这个战争会打多久 那一定是速战速决了 可是伊拉克已经开始反击向以色列开火了 是吗 那就速战不一定速决 那么邓所长依照你的分析的话 你看以色列会不会忍呢 能忍的话就忍 不能忍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忍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他到底能忍多久 他能忍多久 忍多久 他忍不住了 邓所长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已经忍不住 准备向伊拉克开火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从早上到现在 我一直没有时间去那个恐怕现在已经忍 对不起邓所长 你必须要再忍一下 因为我们预测分析还没完毕 那么在这里我们想要请教一下许一测专家 你认为这个以色列他们会忍多久呢 不知道呢 不知道怎么当预测专家呢 到底能够忍多久 对对对 五个月 对对对对对 十个月 那已经快要将近一年了 我想在这种时间里面 说不定世界大战都已经爆发了 我想预测专家是不能够信口开河的 好的 我想我们在这里呢 还是先赶快的跟我们祝安曼的记者 郭子乾先生联络一下 看看他在当地为我们做的报道 喂 子乾 子乾 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子乾 你们安曼那边好像收拾不是很好 杂音非常的重 是不是那边的情况非常危急 喂 子乾 你听得到吗 听到了 你能听到我讲的话吗 听到了 而且非常的刺耳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安曼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天气晴朗 气温大约二十度C 风和日律 鸟与花香 答非所问嘛 根本还没有下一波的攻击行动 你要我打什么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郭子乾在安曼 为我们这么辛苦的做报道 子乾 你在那里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免得大家为你担心 知道吗 我尽量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郭子乾 这么辛苦的在安曼为我们做现场的报道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节目继续回复到预测分析 那么这次我们的节目 中东这块大饼究竟谁是赢家 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地球新闻全世界的报道 在这里我们更要感谢的是 这两位预测分析专家到我们节目中来睡觉 到我们节目中来分析 谢谢 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区 竟然能够打新闻仗打成这个样子也是不容易 是 不过这次好像很多画面都来自CNN 邓福波言下之意是 那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去CNN做事 真是邓福波 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如果你不努力 你就痴心妄想的话 有一天你很可能将会跟PIG一起工作 PIG是个什么新闻机构的英文缩写是吧 不 它是一个英文单字 咱们明天见 勇哥 方姐呢嘴角好像好了 太开玩笑 看完了退火的连环炮 当然就没有水泡了 我们连环炮明天见